是職業軍人 我是空軍 職業軍人 然後我在貴賓廳認職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長官 高階長官 然後都會來我們這邊巡視 有人追妳嗎 就曾經有教官就突然 就是拿著他的身分帳來給我看 很積極地跟我說 那個我的票欄這邊是空的這樣子 就是我能不能認識妳嗎 哈囉 櫃 請問妳幾歲 今年二十三歲 這麼年輕 對 二十三耶 是 所以妳的工作是 做辦公室的嗎 算是接待 對賓廳就是有一些 接待 酒店小姐 對 那是公務員 那個算公務員嗎 公務員 那個還沒有算 還是說妳說接待政治人物 是 國外來的政治人物 國外的也有 所以妳接待過最大咖的是誰 蔡英文 總統 蔡英文 妳接待她是哪 她來我們餐廳吃飯這樣 以這個線索來講 任拔應該已經知道 她的職位是什麼 我搞不清楚 好 所以妳是貴 妳在貴賓廳工作 是 貴賓廳 那邊可以吃飯 對 路人也可以去嗎 路人不行 故宮 中正七年堂 憲兵 它是憲典 不是 故宮的那種 招待所 我跟你講我們都猜不到 這個太特別了 我們先看一下 簡易的廬山正面目 五 三 二 一 請拿 很美 很美 哪裡 好可愛喔 很熱的 真的很像酒店的 你是什麼貴賓廳啊 我是職業軍人 你是職業軍人 我是空軍 職業軍人 然後我在 我在貴賓廳任職 然後就是會有一些長官 高階長官 然後都會來我們這邊巡視 或者是國防部長的話也會有 對 然後我們就是負責接待他們 或者是他們要用餐的時候 需要提供什麼服務 然後我們就是都會 協助他們這樣 他們可以在貴賓廳 廣喝酒嗎 可以 我們會泡絕名籽 他們會喝絕名籽 可以 有 這個應該是一個 發言錯啊 祕密 別說 沒有 太少了 所以接待正式人物的時候 有什麼特殊的那些 例 比如說手勢啊 有 就是還滿多手勢 就是可能 比如說他是那個 你是誰啊 國防部長 好 好 國防部長好了 好 照樣看他就 官好 還好 絕名籽呢 絕名籽 我騎那麼快就要 你那個不像她的絕名籽 你那個像她五八的絕名籽 有人追你嗎 就曾經有教官就突然 就是拿著他的身分證 來給我看他的配偶欄這樣 然後一開始其實 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我一想說他是 檢到別人的身分證 還是怎麼樣 很像 對 然後我就趕快去詢問他 這樣 然後他就很積極地跟我說 那個我的配偶欄 這邊是空的這樣子 就是我能不能 認識你嗎 好 然後我那時候 對 然後 因為他階級滿高的 然後因為我階級比較 就是低階一點 然後我就有點 就是有嚇到這樣子 你不會解了吧 沒有啦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你要怎麼拒絕他 因為他畢竟是高一些 我就很尷尬這樣子 然後後來有班長看到 就趕快來解尾 就解救我這樣子 就跟他說就是 就是稍微跟他 勸導說這樣 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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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在那邊弄褲 還把褲子睜起來而已 對 你不要有些詭異的行李鬧 沒有 沒有 我馬上去就來囉 我就剩鏡頭沒在看 就真的 秦大 如果你看到他第一眼 你會希望他拍什麼主題 我希望他換個服裝好不好 可以嗎 怎麼樣 你先講 你先講 你希望他換什麼 我就旗袍 他的身材 身高 旗袍可以啊 旗袍 那要不要剪筆他 旗袍剪扇子吧 不對啊 因為旗袍幹嘛剪筆 對不對 不是嗎 他有護理又護士性 查樓的服務生嘛 對 我只登記這樣子 對啊 可是那你為什麼一開始 會進入網拍的世界 其實一開始是沒有想要當模特 是就是家人朋友很常說 你長得那麼漂亮 怎麼不當模特這樣 然後有一次 社群網站剛好有攝影師私訊我 然後就說 你有沒有興趣外拍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他下面有說 你看你報價是多少這樣子 我就想說 可以報價 對 可以報價 可以賺錢 你怎麼報 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行情價 我就隨便報了一個價格 那時候報兩千塊錢這樣子 可是他跟你長得有拍多久嗎 就是一樣都三個小時這樣子 所以他是報低了 以他的層次 你幹嘛在那邊弄酷 我把肚子蒸起來而已 對 你不要有一些詭異的行為 沒有 沒有 我馬上露氣頭魚就來了 我就是鏡頭沒在看 鏡頭知道嗎 知道嗎 可是像他們的行情 應該是以他們的資歷跟人氣 來算嘛 沒錯 是不是 所以兩千出道算OK OK 偏低一點 因為三小嘛 應該可以四千吧 差不多啦 三四千可 三四千 那你現在 可以問你的現在的價碼 是到多少了嗎 因為我 因為這個跟尺度有關係 但我本來就是拍 就是最 就是普通時裝這樣 清純 對 價格就大概 五六千就最頂了 妳目前最大尺的對不對 漂亮耶 算是 就要拍GK 這種運動內衣的啦 這可以彈到一萬了吧 漂亮耶 複膝耶 對 腰比較瘦一點 還是這是修的 沒有 這沒有修 那剛好的光線 真的 這可以彈一萬 真的 真的啊 而且妳這個姿勢 妳還要練 妳還要維持身材 對 妳幹嘛跟她客氣啊 含太高就沒有人想拍 所以妳含 請問一下 比如說妳剛剛靠在牆壁上 做的那些姿勢啊 那是妳當初 當下自己發想的 還是攝影師指導妳 拍久了其實都 會知道要大概擺那個姿勢 然後攝影師也會知道 所以會有拍到一半 然後攝影師出來說 我希望妳怎麼樣怎麼樣 她會說 妳可能往這邊轉一點點 就是可能光線打下來 那個腹肌可能比較明顯 就是她會小瞧一下那個角度 所以妳目前五年來 遇到的攝影師都是很正派的 因為我尺度有關係 所以基本上遇到的是正派 但是我有曾經遇到一個是 我懷疑她有鬼 就是我懷疑她好像有裝監控 但是我找不到證據 怎麼說 因為正常外拍模特兒 有可能會到別的城市拍照 那攝影師就會到高鐵站載妳 那這個途中她是要開車載 那她那一天就是開車的時候 跟我講說 那我們等一下衣服妳 到我家換 這是不對勁了 這句話 那時候可能剛出來拍 我就有點尷尬 我不想要讓 妳自己小都會怕 對 我不敢讓她 就是覺得我好像懷疑她 所以我就真的只好走進去她家換 我進去廁所 我就只能真的用露眼看 到底有沒有真空 但是妳也發現不了 所以我換衣服就只能 就是脫一點點 然後趕快船這樣 然後就趕快出去 然後就到了現場之後 我後面 因為我們三個小時拍三套 後面兩套也是要換衣服 後面兩套就在小學的廁所換 那她不是說小學廁所換了嗎 就是說謊 她跟我講 然後我就超級不開心她了 那之後應該就不合作了吧 我就黑名單塔了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上 剛好就是有一群八九妹 請問八加九到底 明確的是在形容 他們是哪一種行為 叫八加九 就是要那個 要喉腔共鳴 這樣 哥 我要買摩托車 都改摩托車那一種 真的嗎 我小時候被欺負得很慘 然後我就是那時候 客座也都會被搬出去 從小學開始是不是 從國中開始 因為國中我覺得就是 女生就會比較天真的殘忍這樣子 就看到妳比較 可能跟別人長不一樣 或是講話有點口音 她就說 妳是不是自以為自己很特別 或是自以為自己很漂亮什麼 就會特別針對妳 然後那時候我們班上 剛好就是有一群 然後他們就是 八九妹 真的很台北 對 國口 八加九 八加九 請問八加九到底 明確的是在形容 他們是哪一種行為 叫八加九 就是要那個 要喉腔共鳴啊 要 哥 我要買摩托車 都改摩托車那一種 真的嗎 我聽過很多 我聽過很多不同的解釋 我沒有跟其他媽媽討論說 聽說什麼學校有很多八加九 她說對啊 她說 我說八加九是什麼 妳知不知道 她說 就是奇裝異服 我說才不是 不是 你是會在走廊的角落抽菸 對 所以奇裝異服不是八加九 然後或是會翻牆出去打架 那一種 沒有 八九也不一定是負面 八加九原本它原生的字 是八加將 是八加九 然後大家講八九八九 然後八加將也不是壞的 只是說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壞小孩 然後他們有這個記憶 然後大家就會把他們包成一團 改車啊什麼 對 我那時候就是剛好就 就比較有個性 對 就遇到一群 比較有個性的女生 都是那種歌 對 然後有人在後面 揍他們 對 你自己的戲很漂亮 好 好 好 揍他 好 揍他 對 然後 會把妳拖到廁所推妳嗎 沒有被推過 可是我有被丟過的作業 就是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小時候成績才不好 因為我作業都被丟掉 早上都會見 好亂理喔 真的啊 妳不會把它撿回來喔 真的啊 是丟到多遠 沒有 就是 他們丟我不會知道 因為他們一定是趁那種 就是掃除時間 我不在座位上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會把我抽屜的東西 丟掉 然後就是有一次 就是有一個男生 就剛好看他們在丟東西 然後他也幫我撿回來 然後還跟他那群人講說 以後不要再欺負我 不然我就把你們東西一起丟掉 他是老大吧 他是老師的兒子 然後在辦上功課很好的那一種 他喜歡你 也在一起嗎 什麼故事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很自卑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被欺負 然後就有點自閉 然後不太敢講話 可是我就是很喜歡他 可是我又很自閉 不敢跟他講 然後我就暗戀他四年 都沒有告訴他 他有直接跟妳講說他喜歡妳嗎 沒有 他就是用他的行動來 對 他就是會 就是保護我一點這樣子 這個 妳還有跟他聯絡嗎 現在呢 我後來長大之後就 就比較漂亮了 就比較有自信 然後我就回去看他的Instagram 可是 你不會嫌人家沒有變 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變這樣 你為什麼變這樣 奇怪 沒有 那感覺就好像 看了感覺跟小時候不一樣 就覺得他沒有小時候那麼 那麼有光芒 沒有 你長大看多了 對啊 就覺得Patch比較帥 你覺得這個人忘了褲